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米 很高兴收看新一期的神卷 神界原罪2的系列视频 上一期呢我们 在这里啊打死了这几只 这个会产生死亡之物的这个蜘蛛啊 并且小米跟大家说啊 先去这个城市里啊 找那些商人 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啊都换一下 我们也先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 小米的这个装备更换情况 其实没有换特别多啊 换了一些 飞恩的这个头盔换了啊 换了一个这样的19级的这个神圣的 衣服应该是之前的啊 然后手套应该也是之前的 这个鞋和腰带都没有换啊 然后盾牌和剑我们一会儿再说啊 然后裤子换了一个啊 换了一个带这个超导向的 戒指也换了一个啊 戒指换没换啊 16级的好像是没换啊 飞恩的装备没太换 然后洛瑟迪的装备就比较差了啊 洛瑟迪最差的是这双鞋 其次是这个衣服啊 这两件比较差 因为这个城里刷这个 法师的这个装备的刷也比较少啊 所以就没怎么换啊 换了一个项链 然后裤子 裤子是信徒的裤子啊 然后手套是信徒的手套 然后衣服其实也可以去买那个信徒的衣服啊 但其实这个信徒的这个东西性价比并不是特别高啊 所以小米不建议买特别多 就先暂时用着了 用着了 然后这个法杖是换过的哈 在那个瞎眼的那个地方买的哈 带一个这个破冰的技能哈 我们也把这个技能 装到我们的这个技能栏上啊 装到我们的技能栏上 包括这个飞恩的这个超导效应啊 也给他装上啊 飞恩本来就缺这个法术的伤害啊 能有一个也不错哈 然后再看看其他人啊 西贝尔的装备可能相对好一些啊 现在大多数都是神圣了 并且给他这个配了一个这个戒指啊 这个戒指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加这个各种护甲什么的都不错 然后他的这把弓还差一些哈 但我们后面再看 然后Beast的话 Beast裤子换掉了哈 裤子换了一个无业之裤哈 嗯腰带也换过 然后帽子也换过哈 帽子也换过 我们把这个技能也给他戴上吧 虽然他应该用不到哈 用不到 但是就戴上了哈 然后属性上 我们大家只要是技能 比如说你的主属性满了哈 我我家的一般都是 当然除了这个弓箭手啊 我们我家的都是技艺啊 就是让他们的技艺槽更更更更丰富了 哎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那我们上一次走到这儿以后哈 还没有结束啊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往这边走啊 这个尸体我说没捡啊 果然没捡哈 该翻的翻一翻 因为我们现在就剩两三万块钱了哈 就还是挺缺钱的哈 这边就可以看到哈 我们来到这个莫德斯他们运来的这个阿克斯城的死亡之物 这个地方啊 哎 你再往前走就可能遇到这个 呃 遇到这个 什么的剧情呢 叫 呃 女王的剧情 哎 女王的剧情啊 但我们先不触发 哎 我们来到这边是要为了往右走啊 哎 右边这里啊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隐藏的地方啊 这边有 哎 有一个类似 这个 这个 有很多小孩啊 还有几只剧魔啊 哎 我们跟他聊聊天啊 哎 说跟他打个招呼啊 哎 哎 他让我们不要告诉别人在这里啊 说他或剧魔会收拾我们的哈 我们要说服他 否则这个剧魔就会直接跟我们开战 哎 哎 他卖东西啊 他卖东西 我们也稍微看一眼吧 虽然这个 一般这个 传说的装备 我现在已经看不太少了 算了 算了 哎 来这里是为什么哈 一是这边有几只剧魔 是我们的经验哈 二是这有一幅画啊 这幅不寻常的画 我们后边会用到哈 所以我们要把一个金字塔扔在这里哈 哎 我之前扔了一个金字塔在外边还没捡回来 我们给 先扔到这儿啊 先扔到这儿啊 我们把外边的那个金字塔回收一下 然后我们之后再来 这里我们就是 留下一个标记哈 留下一个标记 我之前那个金字塔 让我扔哪了啊 我 我传过去吧 应该是黄色的哈 还是黄色的 扔在这儿了哈 哎 然后我们就回去啊 回到我们的这个城市广场啊 哎 刚才说了哈 菲恩的这个装备还没有齐啊 菲恩差这个盾牌和剑 哎 这个张地图一上来 有一个非常好的盾牌啊 就在这个 呃 哎 这边我跟没跟那个凯姆大人对过话 我忘了有点啊 因为我嗯 凯姆对过话了 对过话了哈 对过话就算了 我们直接去凯姆庄园啊 哎 直接从这个城镇往西走啊 往西走就是凯姆庄园 这张 这张地图有一张 有一面非常好的盾牌啊 并且比较容易拿到啊 我们先去把那一面盾牌给拿着啊 然后我们再进行下面的内容啊 哎 就是先以这个收集比较好的装备为主啊 都是为了让我们后边的战斗变得稍微容易一些啊 这边 哎 这边还有几个商人啊 但是他们卖的都没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啊 哎 这还有一个优势啊 你可以让他花钱给你做 做诗啊 做这个 嗯 独特的自己的诗啊 啊 这个商人 哎 卖的都是这种东西啊 但是你跟这些商人聊天的话 他会告诉你啊 这个庄园里有一个估价师啊 这个估价师 这边有一个任务 让我们去跟他聊一聊啊 哎 我们只记住这件事啊 我们先进去 这就是 哎 凯 凯 凯 大人的庄园啊 这是管家啊 我们一进来就会触发这个对话 我们 这个选什么无所谓啊 这里没 没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东西 然后一进来有两件事啊 一就是找这个夫人啊 哎 这个夫人特别厉害 这个夫人是这张图最厉害的人 哎 他卖茶啊 这个玩过的一周末的小伙伴都知道啊 这个茶是怎么个茶 哎 别偷东西啊 别偷东西 嗯 还是让我们的落伙下来啊 这个茶还是有点贵的 哎 这茶 绿茶 绿茶 这个白茶 啊 还有这个红茶 我们都买着啊 都买着 哎 然后 哎 可以看我们就剩了两万多块钱了啊 还是有一点缺钱的啊 哎 然后他这个桌子上有一个茶壶啊 千万别偷东西啊 哎 这有个茶壶可以组合 哎 只有这个茶壶可以啊 你离开这里就不行了 我们这个茶壶 哎 把刚才买到的茶呢 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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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最厉害的茶啊 尤其是这个绿茶啊 这个绿茶 哎 按错了啊 按错了 手残 哎 这个绿茶很牛气啊 我们都给他做了啊 都给他做了 虽然 是吧 我们可能不用啊 但是我们 嗯 以防万一啊 以防万一 哎 这个绿茶的效果 你如果是直接不煮的话 直接用的话是 减一罪 减一个AP啊 就是把你每一个行动的 比如说你释放技能也好啊 你这个 嗯 你攻击 普通攻击别人也好啊 他的这个AP消耗要减一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代表 比如说你法师的这个大招啊 本来是要这个三个AP的啊 你现在只用两个AP就能放出来啊 这是非常音霸的 持续三个回合 哎 然后白茶是什么啊 白茶可以让你加一个最大行动点数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四点啊 哎 你如果吃了这个白茶的 这每回合就五点起手啊 哎 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茶是什么啊 红茶 红茶是加这个火焰抗性啊 哎 嗯 没煮 我刚才说的是没煮的啊 没煮的这个白茶 没煮的白茶是加一 煮了的应该是加二吧 看一下 煮了是加二啊 哎 这个煮了的是减二 减二 然后这个红茶没煮的是加50%的火焰抗性啊 煮了的话是加75% 哎 这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战斗上是非常有用的啊 我们都把这些茶给煮掉啊 煮掉 主要是只能在这个锅这个地方煮啊 然后这个夫人的这个茶是会刷新的啊 就跟其他所有商人一样 你这个 用没了可以再来买啊 这都是可以的 我们 我就买这一次啊 也不会再买更多了 这已经够那什么了啊 够那什么了 哎 都是以防不时之需的啊 未必会真的用到 这是第一个地方啊 然后 还是我们费安啊 费安有说服机呢 我们再去找那个估价师啊 接下这个估价师的任务 哎 就在这个屋子里啊 在这儿 他有个保镖在这儿啊 哎 别坐下 跟这个估价师说一下话 哎 他说 这个 他是来品评他这个庄园里的古董 古董的啊 他其实也是个商人啊 也卖东西啊 哎 我们要说服他一下 他才能把这个任务告诉我们啊 他说这个里边藏着 庄园下面藏着一个巨大的藏宝库啊 里面很多宝贝 哎 他想要三个宝贝啊 一个是这个画像 一个是酒杯 一个是永生者的卷轴啊 然后接到这个任务就可以了啊 我们就走 我们下面的目标就是要去这个宝库啊 这个庄园里有一些小的支线啊 也有一些小的支线 嗯 可以现在就做啊 其实就是可以现在就做 我们哎 这边有个拉杆啊 哎 我们把这个拉杆一拉 这个水池这边的水位就下降了 就露出来了 哎 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里下去 进入他的宝库 但是这个门是锁着的哈 我们需要这个盗窃等级 我们这个手套一直都在哈 我们把这个手套换上 应该就够了哈 应该就够了 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换回来啊 哎 走到这个宝库下面哈 这个宝库下面呢 有三个这种石人啊 这个石人 这个石人 卢西安的战争 叫什么呀 战争 使者啊 还是挺厉害的 还是挺厉害的 并且 他不吃很多技能啊 他不吃位移 不吃什么 眩晕 不吃导击倒 哎 他不吃很多东西啊 我们保存一下哈 哎 但是呢 他最 他是一个类似双手战这种感觉哈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的移动速度很缓慢啊 哎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呢 把他控制住啊 把他控制住 我们可以一直一直开战啊 但是这只走回来的时候 很可能会继续跟我们开战 我们这个费恩怎么还跑到他后面行动了 他他应该会进战啊 他应该会进战 我们西贝尔主要是没有控制技能啊 西贝尔想控的话就只能 他应该是进战了 应该是进战了 只能用这个减速键哈 哎 就是降低一下他的移动速度啊 降低一下他的移动速度 然后他的很多这个属性的抗性也很高啊 我们调查一下 哎 哎 你看他对很多东西的免疫啊 魅惑也免疫啊 倒地什么石化这些都免疫啊 然后他这些抗性也都很高啊 都很高 哎 所以一般来说这里我推荐是打物理啊 打物理 当然你如果那个元素属性输出够高啊 打属性也是可以的啊 哎 他只要不进我们身就可以 但是他这个是个双手武器啊 他的这个攻击范围很大 哎 所以你一定要这个离他远一点啊 尽量的用各种减速的方式啊 以及这个技能啊 这个技能他是吃的啊 这个猪网他是吃的 哎 以及这个技能啊 把他这个限制的离我们远一点啊 比如说我就扔在这儿啊 那个人想过来 哎 他要不就得绕啊 要不就得踩网 这怎么还有火呢 把我的网给烧了 这很不开心啊 嗯 没办法啊 没办法 那就这样吧 嗯 照个宝宝也不要近身啊 近身就是靶子 就是靶子 我们 我们结束回合吧 我们不走过去啊 我们一会儿给他付一些远程技能的 这个 呃 附魔啊 附魔 叫什么 不叫附魔啊 就是 助能 助能 哎 给这个人也减一下素啊 也减一下素 让他这个慢一点过来啊 然后给我们的主力输出加buff啊 我们的西贝尔是主力输出 啊 然后这个 再给他加点AP 嗯 然后 呃 冰冻他是吃的啊 所以说如果你想控他的话 打法术的话 就打这个 水系的啊 水系的 可以哈 一般一次开战开两个哈 第三个 哎呦 第三个也近战了 好吧 那就三个吧 但是他要走过来还是挺久的哈 你看他 他 他本来移动速度就很慢啊 他加上被我们减速了 三个 稍微有一点麻烦 稍微有一点麻烦 也不是不能打 就靠我们的西贝尔了 嗯 平A吧 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上个狂怒啊 带没带狂怒啊 好像没带 狂怒我卸掉了啊 应该给西贝尔上个狂怒 我们就给宝宝助能吧 或者招这种草木图腾 都是可以的啊 每一种助能都可以给宝宝加这个 伤害 他过来了啊 他过来了 我得想办法再给他网住啊 哇塞 你这走挺快啊 你都走到这儿来了 走到这儿来了 就不是很好办了啊 因为 离我们很近很近了啊 他还不吃传送的啊 他是不吃传送的 这个不吃传送 这个技能应该也是不吃的啊 我试一下啊 你看无法选中啊 这个也是不吃的 他肯定是能打到费恩的啊 其他人可能打不到 我要不要防一下他过来啊 应该不用啊 先结束吧 嗯 这个得考虑要空一手啊 不知道我能不能空得住啊 悬 很悬啊 哎呦 差一点 这就很不高兴哈 这就很不高兴 我这个冲过去肯定会死啊 而且他不吃倒地 我算了啊 不冲过去 嗯 这个 下一个是他动吗 下一个不是他动 我们的费恩可以考虑 想办法控他一下 我们的西贝尔还是处力打这个人啊 哎呦 输出不是很给力啊 输出有点不带劲啊 给个暴击呗 就是 给个暴击呗 哎可以哈 哎他会变成这种状态哈 休眠的这个机器人啊 然后这个回合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吸原力的技能给他吸掉 否则他会复活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费恩这一回合还挺紧张的哈 这个 点数 伸个冰霜手雷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呦我没动住 静呆了 差那么一点啊 我动 啊动住了啊动住了 呃这个消耗一点AP哈 一点AP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这个离的稍微远一点啊 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呢 哎给他吸掉啊给他吸掉 他就死了哈 这样才是真的死 然后他得 这个beast得赶紧把另一个人控住啊 用这个技能是缠绕啊 能缠要三回合 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啊 哎这个好一点哈 然后 要不就也把他给缠了 三千多血应该是能打死的啊 嗯 没有输出技能了 没试过这个技能啊 不知道是怎么样 试一下 哎估计我用法不对啊 效果非常的 非常的差 嗯 西贝尔的话 穿甲剑射一截 哎 冻结了 好评好评啊 好评 这个冻结是意外之喜啊 哎 缠绕他就动不了了啊 嗯 他活缅的啊 应该是啊 对 活缅的啊 火焰属性没有意义 我们的法杖是什么出现的 雷电好像是 我就是没舍得用原力技能啊 平A能不能A死啊 可以 然后我们吸一口啊 可以 这样打是付出代价最小的哈 就是很 很保守的一种打法啊 你其实也可以打得激进一点啊 有这个鞋 我忘了 我这个上不上钉子啊 别滑倒了 哇塞 至于吗 他还有几回合啊 看一眼啊 好像是结束了 结束了 他下一回合就能动了 我们得 这还有一回合 我们得离他远一点啊 让他走过来 他这个输出肯定是呢 一回合瞄我们的啊 不要心存侥幸 可以去抱一下啊 其实 得了 得了 给他捡个素 可以的啊 撤着 洛塞姐姐姐就 没什么能干的了啊 结束吧 好 制残他应该是吃的 制残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战士的制残打击应该是可以的 让我们变一个猪网 防止他下一回合就过来了 不要觉得我好像很怂 很触他 但实际上是因为他太强了 我们抱一下甲吧 哎呀不大招啊 抱完就撤啊抱完就撤 哎哇你看看他有多强 哎呀惊呆了 你看看他有多强 这只是蹭了我们一下 赶紧把他换出来啊 赶紧把我们的飞恩换出来 再给他补点甲 这就做不了什么了 可以 可以再 再减速他一下 嗯 宝宝就送了啊 宝宝可以送了 应该可以收了他 哇塞别挡我 我这九度本来就不好找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啊 然后赶紧冲过去 快冲过去 完了 再试一会 一定要快啊 否则他就复活了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 非常好 哎 这个地方就打完了 你别看我们吸了他一次 对不对 这尸体还能再吸一次 哎 不能了吗 我怎么记得可以呢 就是 可以啊 还可以再吸一次 补充一下 补充一点 是一点 然后这个宝库里就 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这不是宝库的最深处啊 但是在这个位置 已经可以拿到 那个固价师要的东西了啊 罐子 搜刮一下 我现在很穷 这个碎掉了哈 有个盘子 嗯 分别在哪里 在这边有一个卷轴 这边有个永生者的卷轴 每拿到一个都会得到经验啊 然后打开这个门 进去以后 再打开一个门 哎 画卷在这里啊 还是这幅画 神域者的画像 头骨 我没啥意思 但其实磨成骨粉 能卖挺多钱的哈 嗯 别漏东西啊 我现在 哎 这边有个永生者的兽物啊 这个得拿着 这是好东西啊 书架 我们也搜一搜啊 哎 你看看 啊 神圣的魔杖 BIS 有有有东西可以用了啊 我看一下 鉴定一下啊 BIS正好这个魔杖不太好 有冰霜属性的啊 加七爆鸡呢 不会比我们这个 骆仔姐现在用的好吧 哎呦 加七爆鸡的确是很吸引人 嗯 但是这个是我新给他买的啊 就不换了啊 就不换了 那是可以给BIS换一下 就是没有孔啊 没有孔 哎 然后这个酒杯在这边啊 三个东西就都收集去了 哎 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东西啊 不要着急走 这些是吧 金盘子什么的 也都捡一捡啊 这盘子是不是钱啊 四十五块钱 哎 挺值钱的 我自从出了欢乐宝 已经很久没这么缺钱了 现在这个东西太贵了 真的是贵 这边有个巨大符文啊 你发现了什么 你不是发现了一些东西吗 我发现的应该是这个门啊 哎 好吧 这里大多数的东西就拿完了 然后 哎 走到这边啊 有一个死去的矮人 我们开一下灵室啊 哎 发现这个地方啊 是一幅画的样子啊 缺了一块啊 哎 我们跟这个鬼魂说一下话 说这个 偷盗是他在这种城市中 挣扎求存的一个方式啊 哎 他说被一群这个流浪汉给坑了啊 哎 就让我加入了他那个破烂小 大个子 特莫拉 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啊 哎 然后他被凯姆给杀了 然后他们带着画逃跑了 哎 他这个是一群凶孩子啊 一群凶孩子 就是我们刚才去的那个地方 你得有这幅画才能打开这个宝库后面的位置啊 哎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哎 就是这边啊 就是这边 嗯 拿这个金 拿这个 这个 我让那谁拿吧 让这个路撒尔金拿 拿这个画有几种方式啊 有两种啊 其实说白了就两种 一种就是跟这个小孩买啊 换一万块钱 另一种呢 就是开战 对不对 这不用说啊 不用说 我们这么穷 怎么可能花钱买呢 不可能花钱买啊 然后我们分散着开点战啊 这里边一共有三只巨魔啊 只有这三只巨魔会给我们打啊 然后那个小朋友一开战就都跑没了啊 我们调查一下这三只巨魔啊 这边有一只啊 他们都有巨魔血脉啊 就是说每回合会回血啊 然后这个是弱毒 这个是弱毒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弱火 弱毒弱火 然后这个 哎呀 卡瑟 这个啊 这个是弱电啊 弱电 我们知道了这个属性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啊 我们就 呃 Bist啊 Bist 弱毒弱火 弱电是吧 啊 我们把这些 不常用的东西给放下 我们加点这个毒属性的啊 毒标没学 嗯 可以学一下啊 这都是范围比较窄啊 哎 酸性包子带上吧 要不我们把这个阳尘放下啊 哎呦 我看看我身上有没有毒标啊 看看有没有毒标 学一下 呦 全是这玩意 开心 毒气波动 哎 毒标啊 学一下毒标 主要是打得远啊 其他的 就算了 还没什么 哎 我们把这个毒标放上来 然后这是这个啊 然后费恩费恩我也 我学了吗 我看看我学没学啊 哎 我学了啊 但是我没放上来啊 这两个这个 酸腐助能就是 就是毒属性的啊 然后这个诅咒的雷电啊 就是雷属性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祝福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祝福了 只有诅咒嘛 所以是这样的哈 我们把这个酸腐助能放上来啊 嗯 我还得放下去一个 学语标了 学语很少用 哎 我们把这个助能放上来啊 这样我们的宝宝呢 也有属性了哈 也有属性了 火什么的这种属性就很好 很好弄哈 很好弄 要不给宝宝 哎 不用哈 那个让西边来打吧 来 然后就 就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这么回事 嗯 分散开点战哈 然后我们就 就起手就开打哈 就不跟他们废话了 哎 这个是弱毒的哈 我们 我们先扔个毒液瓶什么的吧 是吧 毒液瓶起手哈 我们保存一下 别翻车了 还没翻车 来吧 baby 哇塞 只是捡好感而已嘛 大哥 你这么实在的嘛 我都给你扔毒了 哥们 哥们 哇塞 这也行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给你扔个火呀 哎 开炸了 开打了 开打了 呃 看一下下一个行动的是谁啊 这个 他们这些 嗯 不吃 好像是不吃鸡倒啊 但是吃便机 哎 便机我没带哈 但是我没有卷轴 哦 这个是弱垫的哈 弱垫的 我们 肯定得控哈 哎 不知道昏睡 吃不吃啊 睡眠吃吗 吃啊 吃 可以的 哎 就是 没有假的 就 就 很弱哈 虽然他们 恢复生命的能力很强啊 没有假 没有用 哎 我们这个输出 不给列西贝尔这个弓 不太行啊 这个换个弓 哎 沉睡吃啊 就可以 然后 这大哥是吃火的是吧 那就先招个火宝吧 控不住这个巨魔啊 不知道这个宝宝会不会死 爆树 应该是不吃几岛的哈 我猜他不吃几岛 看对岛地免疫 有点 发生 我 嗯 这个 梦 应该会被毒死啊 应该会被毒死 然后给我们洛夏节上个凝神 看他能不能把另一个巨魔给打死 哎呦不理我们 理了 哎毒宅剑主要针对的是这个人啊 嗯 那一批可能不太够 收了吧 收了还能加两点RP 哟 看不到了 哇塞 哥们 真讨厌 算了不过去了 随他自生自灭吧 自生自灭 看看超导怎么打得到 可以 哎呦不太够 我少害 嗯 输出有点不足啊 不使原力技能输出就不太给力 我的宝宝的回合已经过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一丢啊 什么诅咒火焰手雷啊 死灵石火烧一烧啊 这三辅助能看来还用不上了嘞 嗯 给我们的宝宝加个甲 哇塞 不是要我去放原力大招吧 这 这血回得也太快了 那就别舍不得了 该放就放吧 哎 冰冻是加血的 净呆了 冰冻是加血的 嗯 嗯 输出不给力呀 我优质不给力呀 我优质不给力呀 我们西贝尔的伤害是带这个冰霜属性的啊 其实 我们还是打这个吧 我们还是打这个吧 嗯 哇塞 它又满血了 大哥 大哥 你有点狠啊 大哥 我还打不死你了嘞 我们近身吧 近身才能放智芒之光 总算把血消下来了 真是太磨叽了 可以啊 可以 哎呀 我这边脱战了 哇塞 又加了三天多血 静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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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它呀 批它呀 不要客气呀 可以啊 终于死了 哎 有点费劲啊 我们现在输出不太够 有点费劲 呃 捡一捡周围的东西啊 这帮小孩已经跑了啊 这帮小孩已经跑了啊 所以这个红不红的也无所谓了啊 哎 漂亮 缺什么来什么 哎呀 这这这这就不剪了啊 把这个画剪着啊 把这个画 有呢 我刚才忘在那个庄园下面挣一个金字塔了 还得走过去啊 这里其实不太合理啊 应该这些东西死了以后这个我们这个红字就应该去掉了啊 哎 看看这个手套啊 敏捷系的 敏捷系的 哎 然后这个地下仓库里边还有别的东西啊 我们就稍后之后做矮人的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这个统一回来 再做啊 我们就不继续推进了 我们就回到这个凯姆的花园 哎 再再再走下去啊 进到那个里边啊 我们这个现在缺很多原理点数啊 可以去这个城镇广场那边好多尸体啊 补一波 哎 再往下推进啊 本期视频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啊 这个打的比较慢 我本来还想着把剑也拿着呢啊 就只拿到了盾 也行吧 哎 主要是这个阿克斯城 小米也是这个边摸索边边打啊 再加上这个不太熟啊 没有那么熟 所以流畅性上还是差一点啊 小米都是自己先玩了一遍啊 摸的差不多了以后再来录的视频啊 这包里没什么啊 我记得 我们把这个画放回去啊 哎 然后后边这个门就自动打开了 哎 这里面是他的宝库啊 宝库 这里面宝库呢 再往里走啊 就是阿护被关的位置了啊 阿护被这个凯姆给抓了 就主顾关在这个后面啊 哎 我们先不着急救阿护啊 因为你救了阿护 这个凯姆这条线 后面的任务就做不了了啊 我们先不着急 哎 这边有个熊甲 哎 这个熊甲不错啊 这个熊甲很适合我们的洛斯小姐姐 哎 但是他是加二召唤的 哎 给洛斯穿吧 再给洛斯穿吧 哎 这个神王的著作啊 你只要跟他互动一下 这个门就打开了 那我们继续把这里搜刮一下 是吧 贼不走空啊 贼不走空 这宝库怎么能白来呢 好 我们下去啊 下去 哎 撬不开开心 哦 那还得再互动一下 那个 哪呀 哎 惊呆了哈 我看看 嗯 这个门不是这么开的吗 这把锁撬不开 对啊 直接进就行了 哎 可以啊 然后这儿 这个盾啊 这个盾 这个盾是 嗯 这张图目前能拿到最好的盾啊 把这个符文拆 把这个面包柱拆下来啊 把这个盾换上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现在这个是585% 10%的啊 17级的 哎 这个盾 这个盾是一个 20级的盾啊 1000多的物甲啊 啊 非常强 非常强 这个盾非常强啊 我们 这面包柱其实也没什么用啊 不加面包柱了吧 加 加召唤吧 哎 加个召唤 挺好的啊 哎 然后再往前走啊 就是阿虎藏的这个地方了 哎 神王这个 神龛会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哎 她让我们杀了里边的这个犯人啊 哎 因为我们效忠了神王啊 所以这个地方只能选择这个顺从啊 不用管他 我们之后再回来 这边这个门怎么开啊 是利用这幅画 这幅画也叫责任啊 让我们拿一下 哎 然后我们下去啊 你跟这个地方互动一下 这边有个有个小小按钮吗 小标牌 哎 唯有神王之责任啊 我们就把这个 他不是知道责任吗 我们把责任给他 责任呢 在这儿呢 哎 把这个责任扔到这个祭坛上 这个门就打开了 下面就是啊 藏阿虎的地方啊 哎 我们先不着急去 哎 我们下期啊 我们再做一点别的任务啊 后面我们再来清这里 好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大家拜拜